早前,中共通報首次發現Omicron新亞營在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的一名患者 檢測出感染了兩種Omicron變異株,引發民眾對新一輪疫情的擔憂。 中共衛健委全國COVID病毒專家組成員兼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衛生統計學系研究員劉國對此向《健康時報》表示 其實COVID根本未有消失,只是處於低水平流行狀態。報導又指,近期來自上海、北京、山東、安徽等多地的民眾表示自己受到感染。 另外,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也在上海召開的經濟年會上提及對於下一波疫情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檢測及救治。 相較於上一波大流行會相對簡單,更加重要的是要為未來的疫情大流行做常態化的準備。 而張文宏早前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曾經說道,從全球範圍來看,凡是經歷了Omicron感染的第一輪疫情的國家都有第二輪疫情的記錄,不過各個國家第二輪疫情波峰的高度以及造成的影響各有不同。 美國病毒專家林曉旭對新唐人電視台表示,中共的有關言論是為下一波疫情作出鋪墊 讓人們覺得中國大陸的疫情並不是政府的責任問題而是病毒變得更加複雜而已。 他又表示,這麼厲害的病毒不會徹底消失得無影無蹤。 更何況趕上中國農曆新年的人流高峰一定還是會在一定範圍傳播,過一段時間應該還會有一波,而中共為了提振經濟還可能會隱瞞疫情。 喂喂,看完米酒住,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